弟兄姊妹,安息日平安 今天是希伯来利的正月十九 公历的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那么这个星期是属于于约约节的七天之间的安息日 那么没有规定的这个Torah的Padashah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关于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埋葬三天 和属俄美尔的联系和奥秘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星期的全新的领受 那么首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预约节以后要属俄美尔四十九天 对不对 这个以前不同的人不同的分享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要吃透大的这个本质 那这个俞俄美尔有很多的原因 很多的理解 很多的解释 但它最根本的 最基本的 最实质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揭开这个奥秘 那么它的最本质的原因 它的奥秘 是建造以色列会众 那为什么 我们从哪个地方得出这个结论 那么根据下面的经文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二节 那么这节经文 是以色列在西来山领受土拉的一节经文 也就是说 在七七节以前 以色列要能够领受土拉 他们必须要靠山安营 为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俞俄美尔 七七四十九天 第五十天 正好是七七节领受土拉 也就是说 俞俄美尔 是连接预约节 到七七节 对不对 那么七七节是领受土拉 那么土拉告诉我们 再次以前 以色列人必须要在西来山前 靠山 安营 杂寨 但这节经文相当的特殊 因为同一节经文里边 它的动词 同时出现了 复数和单数 第一个动词 他们安营 那么这个动词是一个复数 在同一节经文里边 安营再次出现 瓦一汉 单数 那为什么 所以说这节经文很奇怪 那么历代的拉比有很多种解经 但归根结底 对不对 不管是Rash也好 其他解经也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用单数 因为以色列变成了一个人 所以说是单数 那么维尔拉干案解经 告诉我们 说 每当土拉里边 提到以色列使用单数 那么这个时候是指以色列的会众 Kinesit Isra'el 那么代表个体合成一个整体的概念 对吧 因为如果是一个整体 就是一的概念 所以说 用单数 但每当土拉提及以色列使用复数 那么这是指整体里边的每一个以色列的个体 那么代表复数 所以说 他的动词 用复数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土拉告诉我们 数俄美尔49天以后 以色列成为了一个人 成为了一个整体 是一个单数 才能够站立在希莱山面前 领受土拉 所以说 数俄美尔49天的奥秘 是代表建造以色列的会众 代表合一 Kinesit Isra'el 所有的分歧被化解 所有的教派 被合一 以色列 是一 对不对 就好像 一个身体 一个弥赛亚 一个神 都是一的概念 那么 数俄美尔的西伯来文 叫 Sephidrasha Omer 那么这个单词 这个词组的数值 等于 1071 正好是以色列会众 Kinesit Isra'el的数值 所以说 很显然 数俄美尔的奥秘 是建造 以色列 会众 接下来 我们进一步来分享 数俄美尔 那么数俄美尔 这条诫命 首先出现在下面经文里边 列维记二十三章十五节 希伯来文 你们要数 在安息日的第二日 当你们领入 当你们领入现 瑶记的河捆 七个安息日 或者七个七日 七个星期 要满了 要满了七个七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词组 希伯来文叫 欧美尔哈特努法 欧美尔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发译成河捆 欧美尔我们把它翻译成叫 欧美尔 哈特努法 是瑶记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 在这个 县 这个河捆 为 瑶记的那天开始 你要数 七个七 对吧 由此得出 七七四十九天 数 欧美尔 但欧美尔 这个什么概念 那么在上面经文里边 把它翻译成叫 河捆 但其实 俄美尔是一个计量单位 对吧 代表一个人的饭量 比方说下面的经文 出埃及记十六章 十六节 尼克兔 你们要从中拿出来 按照每个人的饭量 按照每个人头 要拿 一 俄美尔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俄美尔 是一个计量单位 具体是一个人的饭量 对不对 一个人的饭量 对吧 你吃多少 你一个人的饭量 他这个单位 叫 俄美尔 那么在圣殿时代 以色列人 在收割 以前 会先收割 伊 俄美尔的大麦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大麦 因为大麦 在约约节 这个期间 成熟 但是 以色列人 在大规模的收割 以前 先 要收割 伊 俄美尔的大麦 然后把这个大麦 在圣殿里边 通过祭司 现为 瑶祭 对吧 哈 特努 法 瑶祭 那么具体时间是哪天 是在约约节的第二天 因为约约节 首为安息日 那么约约节的第二天 是正月十六 那么在圣殿里边 正月十六 这一天 以色列人 先要到田里边 去收割 伊 俄美尔的大麦 然后把这个大麦 拿到圣殿里边 献给 这个给这个祭司 祭司来作为一个瑶祭 瑶祭 那么 那么在正月十六 现这个一个 俄美尔的大麦 它有两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 它标志着 从这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正月十六 那么属俄美尔的第一天 从今天开始 数七七四十九天 就是七七节 这第一个标志 第二个标志 那么只有在 献了俄美尔以后 那么以色列人 才能够收割 大麦 收割的大麦 才能够吃 也就是说 当年收割的新粮 粮食 对吧 这哈大食 才可以吃 如果你没有献这个祭 你就不能够收割 或者你收割以后不能吃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为什么这个数俄美尔 要从今天开始数 因为只有献了俄美尔以后 你才能收割大麦 你收割的大麦叫新粮 那么今年才能吃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关于献俄美尔的气密 以及他的哈拉哈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此基础上 给大家来揭开里边 隐藏的更深的奥秘 首先是关于 粗俗的果子的概念 那么在哥伦多前书 15章20节告诉我们 死里复活的耶稣 是粗俗的果子 这是哥伦多前书 15章20节 给我们挑明的 意思就是说 这里的河捆 这里的欧美尔 把它献为妖季 是指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 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必定 是开始献 俄美尔的日子 对不对 因为你第一天 献俄美尔 必定 对应的是 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也就是说 因为 这个献俄美尔 属俄美尔 是在正月16 这就意味着 耶稣基督 是在正月16 复活 那么有了这个背景以后 我们就可以解开 下面经文的奥秘 那么这节经文 以前我们一直搞不懂 那么今年 就解开了 每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 20章17节 那么这节经文 记载的是 当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 对吧 这个 玛利亚 跑去找他 发现坟墓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 看到了耶稣 对吧 最开始还不认得 后来认得了 就知道了 站在他面前的 这个人 是从死里复活以后的 耶稣 但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节 相当奇怪的经文 约翰福音 20章17节 耶稣对 玛利亚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 升上去 见 我的父亲 什么意思 以前我们搞不懂 为什么 不能够摸 耶稣基督 你说 因为 这个死人不洁净 那就是不对啊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是活人了 哪有什么不洁净的 对不对 因为有的洁净 所以他刚刚从死里边 复活是不洁净 开玩笑 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就应该是洁净的 是一个新的生命 怎么可能不能摸 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不能摸 因为他说 因为我还没有 身上去见我的父亲 什么意思 他在等献祭 等谁献祭 等圣殿里边的祭司 献 俄美尔的摇祭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 必须要等到祭司 献了摇祭以后 才能吃当年收割的新粮 这个新粮 哈大使 希伯来文叫哈大使 新的意思 他暗示的是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身体 正如 在献 摇祭 以前 犹太人 不能够吃 新收割的粮食 粮食是饼的概念 身体的概念 所以说 在祭司 尚未 献 摇祭 之前 耶稣的门徒 不能摸他的身体 对不对 所以说 在当天晚上 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 怎么样可以摸身体了 对啊 你说开玩笑不就一天吗 对啊 因为 在正月十六 早晨 祭司 在圣殿里边 献了 俄美尔的 妖记 只有献了这个妖记以后 那么以色列人 才能吃 当年 收割的新粮 门徒 才能摸 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身体 因为从死里复活的身体 就是新的粮食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得到 就证实了我们刚才的几经 数 俄美尔的第一天 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第三天 是同一天 都是正月十六 那你说 为什么 必须是在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 是按照拉比的解经 对不对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拉比有解经 为什么 这个复活 要等到第三天 那么拉比的解经在哪里 在谈不得 谈护马 米克斯 第四节里面 拉比告诉我们 人死了以后 他的灵魂 会在身体上盘旋三天 才离开 因为身体在第三天 开始腐烂 那么灵魂 这个时候 就只能 舍弃身体 回到神那里 等候 死人复活 对不对 那么对一般的人来说 灵魂 必须要盘旋身体 这个三天 才能离开 为什么要等候三天 因为灵魂 其实是在等候身体 能够从死里复活 结果三天以后 身体开始腐烂 怎么样 灵魂就离开 回到神那里去 等候死人复活 但在耶稣的案例上 灵魂 等候了三天以后 直接进入身体 从死里复活 因为身体 在第三天 并没有腐烂 好 那么这是一个 简单字面成解经 那么接下来 我们 进一步的分享 为什么 俄梅尔 要现为 咬祭 对不对 什么叫咬祭 为什么俄梅尔 要现为咬祭 咬动 那么 献祭的话呢 按照献祭的内容 有不同的名称 对吧 比方说 这个叫做欧拉 叫梵祭 明哈 叫树祭 施 施里马 叫平安祭 等等等等 哈塔 是叫赎罪祭 而相叫赎千祭 这是按照他的功用 但是这个献祭 按照这个祭祀的动作 分为两类 按照动作 什么动作 一个叫举祭 一个叫咬祭 举祭的西伯来文叫 特特路马 什么叫举祭 举祭的话是举起来的意思 对吧 举起来 举起来 这个西伯来文叫特路马 特路马的意思就是高举 对吧 所以说举祭代表这个祭司 把这个祭物把它提升 上下的举一下 举一下 从上面举到上面去 代表提升提高 那么摇祭的话呢 是反过来的 摇祭是左右摇摆 对吧 所以说一个是上下 一个是左右 举祭是上下 叫特路马 摇祭是左右摇摆 叫特路发 对吧 那么尽管这个他现在东西有可能不一样 但总体的说来 在陀传里边 如果要献这个伸出的腿 他总是献举祭 这个腿的话 总是献举祭 不可能献摇祭 而献胸 总是献摇祭 不可能献举祭 比方说下面的经文 随便找了个经文 那么其实这个经文是很多的 那么六位纪十章十五节 我们随便找了个经文 比方说 这个地方讲 看到没有 你们要献的什么 叫所举的腿 或者说举祭的腿 摇祭的胸 看到没有 腿的意思 举祭的腿 怎么样 要放在这个油脂的 这个脂油的火上 亚比书把他拿来 怎么样 要摇一摇 把他摇成摇祭 在耶和华的面前 看到没有 在土耳里边 你只要是献腿 总是举祭 你要是献胸 总是摇祭 那么你去找一找 这个六位纪里边 有大量的经文 只要是腿 肯定是举祭 只要是胸 肯定是摇祭 那么为什么 这里边 隐藏了什么奥秘 对吧 了解这两个概念 对我们解开 俄梅尔 有什么帮助 我们接下来 休息 二十分钟 以后 继续 分享 大家休息好了 继续刚才的分享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对吧 这个 在土耳里边 只要提到这个腿 献祭 那都是举祭 对吧 要把它举起来 如果献的是胸 总是摇祭 左右摇晃 那么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么什么叫举祭 举祭是上下移动 是一个重向 上下 对来 Vertical 那么摇祭的话呢 是左右 移动 是横向 对吧 Horizontal 那么其实 这是在画一个十字架 对不对 十字架 不就是左右上下吗 对不对 你画十字架 就是左右上下 对吧 举祭 是重向的 那么摇祭 是横向的 画一个十字架 那么上下代表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的连接 对吧 所以说举祭 是上下连接 人与神的关系 而左右 是代表人与人的连接 对吧 所以 线腿 那你说建筑的时候 那为什么线腿 是上下移动 的举祭 而线胸 总是左右移动的腰祭 那么胸是什么概念 胸 是心的居所 对吧 心脏 你的心 在胸 在胸膛里面 所以说胸总是对应的是情感的属性 对吧 所以说摇祭 对应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建立以色列会众 摇祭 代表情感 对吧 属俄美尔 是情感的属性 对吧 情感的 七个属性 对吧 恩慈大能美丽 属俄美尔是情感属性 47个 这个 情感的属性 恩慈的恩慈 恩慈的大能 恩慈的美丽 对不对 情感 对吧 虽然说是摇祭 对吧 因为这是情感的表述 是人与人的关系 是建立以色列会众 那反过来这个腿是干嘛 腿是用来行走 对吧 什么叫行走 行走总是代表行出诫命 所以说哈拉哈是走路的意思 所以说 举祭 是代表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神的连接 是通过诫命 那么在此基础上 以色列渔民进一步解禁 摇祭 和举祭 是代表基督教 和犹太教 摇祭 代表基督教 举祭 代表犹太教 为什么 因为基督教有什么特点 基督徒有什么特点 基督徒一般不学习土啊 对吧 你几乎听不到基督徒 要学土啊的 对吧 基督徒也不行出诫命 对吧 没有这个基督徒 所要律法诫命的 那么基督徒一般是赞美 感恩 祷告 对不对 这是代表什么 代表情感的表述 那么基督教 基督徒总是代表情感 而犹太教是反过来的 犹太教一方面学习土啊 这是自立层 另外一方面行出诫命 代表什么 代表行动层 对吧 所以说和情感没有关系 代表连接 对吧 所以说基督教对应的是姚记 犹太教对应的是举记 所以说如果你考察数值 这个经文里边的姚的兄弟 西伯来文 哈赞哈提鲁法 他的数值等于五百六十六 正好是马西亚本 Yosef的数值 弥赛亚约瑟的儿子 代表什么 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以后 才有基督徒 基督徒是怎么来的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对不对 耶稣基督如果第一次没有来 没有基督徒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说弥赛亚约瑟的儿子 领入了基督教 反过来 这个举的腿迹 他的数值等于一千零六十二 正好等于弥赛亚大位的儿子 他的数值四百十四 加上三位先父的数值 阿伯赫 伊萨克 亚克 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 对不对 那么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 代表的是犹太教 因为犹太人 他和神的联系 是通过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 对不对 那么基督徒和神的联系 通过耶稣 对不对 那么犹太人不认识弥赛亚 那是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当然认识 第二次来叫什么 叫玛西亚本大位 叫弥赛亚大位的儿子 对不对 说弥赛亚大位的儿子 四百十四 加上三位先父的数值 六百三十八 正好等于一千零六十二 举的腿计 对吧 修克和特鲁玛 所以说这个举计代表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代表犹太人 这个姚的兄弟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代表这个基督徒 但是 尽管这个姚记代表的是基督徒 尽管姚记代表的是基督徒 但基督徒的本质 是嫁接在以色列 这棵树上面的一个橄榄枝 对吧 所以说这个姚记的西伯来文 他的数值等于五百四十亿 正好得出以色列的数值 对吧 因为基督徒也是以色列 反过来 举计 代表的是犹太教 但他们是以色列三位先父的后裔 所以说举计的数值 是六百五十亿 六百五十亿 六百五十亿 那么他得出什么数值 因 以色列 和以色列 在一起 和以色列在一起 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后裔 所以 姚记和举计 对吧 你去算他的数值的和 等于一千一百九十二 那么正好等于 以色列和以色列在一起 以色列 因 以色列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姚记尽管代表基督徒 基督徒也是以色列 举计尽管代表犹太人 犹太人 他也是以色列人 所以说 两个人在一起 都是以色列人 组合成为什么 以色列 会众 Kinnitus Israel 对吧 那么其实 从这个地方 你就发现 索尔美尔的意思 更加的明确了 他是建立 建造 以色列会众 以色列会众 是一个单一的 概念 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合一 也就是说 犹太人和基督徒 本来是不应该分离的 对不对 但是 这个很不幸 在历史上 分离成为 基督徒和犹太人 对吧 但其实 应该 是以色列的合一 是以色列的合一 对吧 所以说 遥记和举记 是要合一的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算这个遥记举记的平均数 1192 1192 除以2等于多少 596 得出 Holid Israel 生了 以色列 生儿子 生了一个儿子 叫以色列 对吧 所以说 遥记和举记 代表以色列 会众的诞生 那么这 就是属 俄美尔的奥 对吧 那么属 俄美尔是遥记 但最后 他也是举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 遥记对应的是 情感熟悉 所以说 所以说 属俄美尔 七七四十九天 是属七个情感属性里边的 所包含的 七个情感属性 对吧 比方说我们每天属俄美尔 第一天叫 叫恩词里边的恩词 第二天叫做 叫恩词里边的大人 第三天叫 叫恩词里边的美丽 等等等等 一直数到七七四十九天 最后一个属性 最后一个 俄美尔是什么 是 王国里边的王国 王国里边的王国 所以说 整个四十九天 属俄美尔 都是情感 的建立 建立情感 是个遥记 但是 这个七七四十九天 的第二天 是第五十天 第五十天不属 为什么 第五十天不属 因为第五十天 是一个直的飞跃 是吧 也就是说 第五十天 是一个举计 前面四十九天 是遥记 对 是个遥记 对吧 左右 对吧 恩词的恩词 大人的恩词 这叫左右的摇摆 他没有提升本质 但是到了第四十九天 是王国的王国 猫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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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了以后 就不用数 第五十天了 为什么 因为在第四十九天 王国的王国 在瞬间 提升 成为 冠冕的冠冕 冠冕的冠冕 它是一个直的飞跃 那么这个就不是遥记了 这是一个举记 因为举的意思是什么 是提升 提升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下面经文的奥秘 这个下面这个经文来自于 历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一节 被搜录了 拉比传统的 这个祷告文 对吧 我们每个恩识都要唱这首歌 对吧 这是历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一节 那么这个地方就隐藏了 是俄美尔的奥秘 首先 这是给你的 耶和华 首先什么 哈给都纳 给都纳是大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 给都纳 大 大方 尊大大方 总是指恩赐 黑色白白给出 接下来是 给伏拉 给伏拉当然是大人 接下来 美丽 接下来 得胜 接下来 后 赞美 那么这个都是 前面 五个属性 接下来说 什么叫扣 拉比结晶 扣 全部 这是指根基 因为根基的功能 是收纳上面的五个属性 的光照 所以说根基是连接天上和地下 所以为什么说 因为天上和地下的全部 天上 是指上面的五个属性 地下 是指下面的王国的属性 根基是连接天地 接纳全部 所以说根基被称为全部 那么经文最后怎么说 说 你被高举 你被提升 高举提升 the whole the roach 成为全部的头 看到没有 什么意思 王国被高举 成了举计 王国本来是最低端的属性 被提升 成为了最高的头 冠冕 冠冕 所以说王国在此时 产生了一个直的飞跃 这就是数 俄美尔的奥秘 对不对 当俄美尔数到 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谣记 就转换 成了最后的举计 对不对 被提升了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妖记变成举计 希伯来文 它的数值是一千二百二十二 正好是我们刚才学的经文 以色列 在那里靠山安营 那么对于 数俄美尔的 第四十九天 因为以色列 数了四十九天以后 怎么样 靠山 安营 砸在 那么这个时候 以色列 变成了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 在第五十天 不用说 俄美尔 因为第四十九天的 毛虎 王国的王国 同时 也成了冠冕的冠冕 Keser She be Keser 那么四十九的三角形数 等于一千二百二十五 对吧 一加二加三 一十加到 四十九 等于一千二百二十五 代表 数俄美尔四十九天 建造以色列 会众 四十九天 那么妖记变成举计的数值 等于一千二百二十二 以色列在那里 安营 砸在 靠山 的数值 等于一千二百二十二 两个数值相比相差三 你说为什么相差三 这就是耶稣基督被埋葬在地里边三天的奥运 因为妖记是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开始妖 对不对 那么之前埋葬的三天 加上一千二百二十二以后 正好等于四十九的三角数 一千二百二十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分享三天埋葬的奥秘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埋葬三天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关于耶稣基督被埋葬 一般我们叫三天三夜 但其实 在今天的这个面观下面 三天三夜的概念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三天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白天和黑夜都算作一天 天的希伯来文叫用 用 它其实既包含白天 也包含黑夜 比方说下面的经文 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 有黄昏有早晨 这是第一天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提到了用 用是天 既可以翻译成白天 又可以翻译成天 用 希伯来文 那么用的话 它不单单包含白天 也包含晚上 对吧 就好像一天 一天 既有白天 又有晚上 那么 这个用 它既可以代表 白天 也叫用 也可以包含晚上 Layla 也是一个用 对吧 因为白天和晚上都算作一天 那么这里边隐藏的奥秘是什么 晚上 黑夜 是器皿的概念 而白天 是光的概念 对吧 任何一个概念 受造之物 它都有两个纬度 光和器皿 不管是什么 都有光和器皿 那么就拿一天来说 白天总是代表光 晚上 黑夜 总是代表器皿 那么正月十四 是耶稣基督埋葬的第一天 那么这个托拉 不是托拉 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 它是在正月十四的正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定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 被定了三个小时 在下午三点钟 断气 对吧 因为在同一时间 犹太人正好在圣殿里边宰杀约节的羔羊 因为他是这个应验了约节羔羊的经文 那么 那么耶稣基督是在正月十四 天黑以前埋葬 对吧 因为埋葬必须是在安息日之前 因为当年是个安息日 同时也是约约节 对不对 因为托拉里边有诫命 必须要在天黑以前埋葬 那么他如果三点钟断气 天黑以前埋葬 那么 他的第一天 被埋葬的时间是很短的 估计也就一个多小时甚至 对不对 很短 很短的时间 但尽管如此也算作一天 因为它是个用 白天 那么接下来进入十二个小时的晚上 这算作第一天 那么正月十五 是埋葬的第二天 那么你说你这第二天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从黎明 从黎明算 然后 是晚上 所以说正月十五被埋葬 是十二个小时的白天 和十二个小时的晚上 直到第二天的黎明 正月十五是个整天 整整二十四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白天 十二个小时的晚上 那么耶稣基督复活 是在第三天 那就是正月十六的黎明时刻 什么叫黎明 黎明的概念 是白天和黑夜 或者说黑夜和白天的过渡期 那么此时此刻 在黎明到来之前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那么按照拉比先则 在塔摩德里边的裁定 什么叫黎明 黎明 是日出前七十二分钟 所以说 耶稣在此时复活的话 他在地里边 第三天埋在地里 也是很短的时间 估计一个小时都没有 几十分钟 但也算了一天 但是第三天 没有晚上 因为他黎明就复活了 对不对 没有晚上 对吧 那你说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说开玩笑 我越听越糊涂 有几个问题 两个 基本上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说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 告诉我们三天三夜 要埋在地里三天三夜 正如约纳在肚子里边三天三夜 人只要埋在地里边三天三夜 那么我们的解释 我们的领受是这样的 那么今年我们的领受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的三天三夜 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字面意思 而是指三天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三天 这个天 既包含白天 也包含黑夜 甚至也 对吧 尽管这个白天有可能很短 可能一个小时也算白天 只要有太阳 这就是为什么下面经文 只提到三日 而不用提及三夜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四节 因此 这是这个拉比在叫人 叫罗马士兵官长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 把手妥当 直到第三日 看到没有 这个法利赛人拉比 对不对 吩咐 罗马 当局 说 这个 你们要把这个坟墓给我 把手妥当 因为他说他三天以后要付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把手坟墓 直到第三日 直到第三日 看到没有 并没有说直到三天三夜 直到三日 对不对 你说你一天一个小时也算一天 对吧 也就是说你三日并不是一定要二十四个小时 只要是一天 一个小时几十分钟的白天也算作一天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说OK 那么照你这样讲的话 对不对 就说 因为在这个陀佛里边 在圣经里边算日子 有两种算法 叫整日 这个叫做 一天按照二十四个小时 但是你说我没有二十四个小时 那也算一天 对不对 也算一天 两种算法都是可以的 好 那你说OK 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干嘛刚才说这个算日子 从黎明开始算了 对不对 难道犹太人 这个拉比算日子 不是黄昏到黄昏吗 你干嘛从黎明 对不对 那么这个难题 也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尽管一天的算法 通常比方说算安息日 是黄昏到黄昏 但是 在圣殿里边 涉及到献祭 它是另外一种算法 圣殿的时间 它的算法不同于圣殿以外 一天的开始 在圣殿里边 总是从黎明开始 那么这个经文有很多 我们接下来选两个经文 比方说 六位一记 七章十五节 说 这个你们献的感恩的 这个平安祭的这个肉 在献的当天 在当天就要把它吃完 看到没有 你献的平安祭 你白天献的 你当天必须要吃完 对吧 比方说你说 什么叫当天 比方说 我下午三点钟 献的祭 对不对 我献上一头牛 你在我当天吃完 什么时候算 什么时候 这一天算结束 我必须要吃完 经文怎么说 不可留 从他里边 不可留到早晨 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你献祭 你说OK 我赶一个早班的 对吧 我早晨九点钟 献一头牛 这个 祭司说 你这个肉必须要当天吃完 你说什么时候吃完 你不能够留到 第二天早晨的 秘密 晚上可以通宵达旦的吃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对不对 你必须要吃完 OK 那你说OK 这个就我 叫做我当天献的 当天吃 看到没有 这个一天 它不是算24个小时 它是按白天黑夜来算的 那你说OK 我赶一个晚班 我下午三点半献祭 献了一头牛 开玩笑 那么大一头牛 这个祭司说 你今天献这个平安祭 你最好多找一点人来 因为你这个必须要当天吃完 你说我现在是四点半了已经 对吧 我三点半 现在你四点半给我宰杀好 这个六点钟天黑 这个黄昏 你说我什么时候必须要吃完 祭司说 不可留到 早晨 为什么 因为从白天到晚上 到第二天早晨的黎明 算为一天 对不对 你必须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吃完 同样的道理 这个月节的羔羊也是一个概念 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节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看到没有 如果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羔羊 月节的羔羊也是一个平安祭 你必须要吃完的 什么时候必须吃完 早晨以前 必须吃完 你说我不是下午三点钟才宰杀的 对啊 你下午三点钟宰杀 你有一晚上的时间给我吃 吃到第二天早晨 对吧 所以说 在献祭的问题上 在圣殿里边 这个一天的算法 是很特殊的 因为在圣殿里边 新的一天 总是开始于黎明 对吧 所以说 早晨前的黑夜 算做头一天的白天 对吧 所以说 拉比 在塔木的那边 裁定哈拉哈 怎么说 关于献祭 晚上 跟在白天后面 什么意思 晚上 跟在白天后面 你说过献祭的话 对不对 这个白天献祭 还有一个晚上 跟在他后面 算做一天 那么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你说 那就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 还是有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你说 OK 第一天 是正月十四 三点钟 第十字架 死了 然后天黑以前 把它埋了 算第一天 对吧 这个第一天 要算到 第二天 正月十五 黎明 对吧 那么这个算 一个白天 一个黑夜 一天 第二天 正月十五 从黎明开始算 算到第三天 这个正月十六 黎明 这是第二天 那么第三天 你说那就是 正月十六了 在黎明 你说不错 对吧 在黎明以前 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叫什么 叫过渡期 算做白天 但那个时候 耶稣就复活了 对了 那么第三天 你就只有白天 没有黑夜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因为复活以后的身体 成了新造的 发光的身体 先前要毁坏的 朽坏的身体 代表黑夜 而此时被转换成了 发光的身体 代表白天 所以说 复活的第三天 只有白天 没有黑夜 那么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 在第一天 正月十四 他的黑夜 大于白天 对吧 因为这个白天 也就那么一两个小时 黑夜是十二个小时 第二天 是这个白天 等同于 黑夜 都是十二个小时 对吧 那么第三天 是白天 完全 战胜了黑夜 没有黑夜 所以说 第一天 是代表 黑夜 战胜了白天 死亡 战胜了生命 因为第一天 耶稣刚刚被埋葬 代表死亡 战胜了生命 而第三天 他是从死里复活 代表白天 战胜了黑夜 生命 战胜了死亡 这就意味着 那么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是超过了约纳的神迹 因为约纳 他只是经历了三日三夜 但耶稣的神迹 是三日 战胜了三夜 以至于他的第三个晚上 也变成了白天 没有晚上的全变成白天的第三天 那么这就是下面经文的意思 启示录二十一章 二十五节 城门 百昼 总不关闭 在那里 圆 没有 黑夜 看到没有 在千禧年 将来世界 没有晚上 只有白天 为什么 永生了 白天代表生命 黑夜代表死亡 现在我们有白天 有黑夜 那么在将来 只有白天 没有黑夜 只有生命 没有死亡 那你说OK 那还有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属俄美尔 要从情感层的恩慈属 对吧 一开始就 为什么不从自立层的冠冕 开始属 当然很简单 因为耶稣基督埋葬三天 对应的是自立层的三个属性 第一天 是冠冕 第二天 是智慧 第三天 是通达 那么 耶稣的复活 是在第三天 这是通达的属性 但是不要忘了 他复活的第三天 是预约节的第二天 这也是属俄美尔的第一天 这就意味着 通达 在那天 等同于 恩慈的恩慈 对吧 因为属俄美尔第一天是什么 恩慈的恩慈 为什么 第一天是恩慈的恩慈 因为死人复活 代表 神的恩慈 神给我们的恩慈 就是死里复活 那你说为什么 埋葬的第一天 对应冠冕的属性 这其实就是下面经文的奥秘 在约翰福音19章17节告诉我们 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经文专门提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 叫库鲁地 西伯来文叫 哥哥他 哥哥他的西伯来文叫 Google 他的意思是头盖骨 头盖骨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当托拉 在首次给出 俄美尔界面的时候 有这么一些经文 叫按人头的 奥美尔 奥美尔 雷古格尼斯 对不对 把奥美尔对应到了 人头 哥哥他 人头 上面是冠冕 耶稣基督被钉的地方叫冠冕 所以说他在同一天 黄昏前 被埋葬 这是第一天 所以说他被埋葬 被钉死的第一天 是生命术的冠冕 Keser 就是哥哥他 那你说为什么第二天 是智慧 因为第二天是月节的第一天 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 对应的是智慧 而智慧其实 是算作生命术的 第一个属性 为什么 因为冠冕 高于智慧 通常算作上面世界的亡国 而智慧 通常被算作生命术的第一个属性 这就是为什么真言四章第七节说 智慧 是首先 什么意思 智慧是生命术的第一个属性 智慧 那比的卡巴拉标准解禁 智慧是第一个属性 因为冠冕被隐藏起来了 冠冕是上个世界的亡国 下一个世界的手 是什么 是智慧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 土耳的第一节经文 起初神创造天地 提到的第一个字母 单词叫 是首先的意思 出俗的果子 那么这个经文的数值 是这个七十三的 什么 三角形数 二千七百零一 七十三是智慧的数值 对不对 所以说是智慧 那么 正月十五发生了什么事情 埃及的长子 被击杀 长子 对吧 被whore 同时也叫 authority sheet 对吧 首先 出俗的果子 都是长子的概念 所以说正月十五 对应的是智慧 以色列人在同一天 得属出埃及 埃及的长子 在同一天 被击杀 这是正月十五 智慧 那么正月十六是通达 但同时 又是恩赐 因为这天 是属俄美尔的第一天 通达的希伯来文 叫Bina 他的池根 统建造 Bina 所以说 这一天是通达 但同时 也是开始建造的第一天 属俄美尔的第一天 Bina建造 统通达 Bina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 属俄美尔 以及 耶稣基督 埋葬三天 的一些 分享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休息十分钟 给大家 自由提问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来 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北京时间 周一 上午 也有聚会吗 没有 那么 我们下一个聚会 是下个安息日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有种说法 扫罗在以色列 作王 只有三四年 这个说法 和圣经记载的 四十年不符 我倒没有听说过 这个扫罗作王 三四年的说法 这个应该是 按照圣经的记载 下面一个问题 亚当夏娃 也是下午三点犯罪 六点被赶出 一点元的吗 那么这个的话 它版本不一 那么的确的话 这个好像有一种 说法是这样的 但是很多版本 版本不一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有一个说法 现在犹太里 五七八四年 因为夏埃及和流亡 缺了四百年 这种说法 对吗 那么这个 倒没有这种说法 因为 这个首先 的确 这个 神 提前告诉亚伯拉罕 这个 以色列人 要下埃及 这个四百年 但是问题是 从哪一年开始算 这个没有人知道 对吧 所有这些预言 只有等它发生了以后 对吧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时候 倒推四百年 正好推出 以色 出生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 哦 原来四百年 是从 以色 出生算 对吧 从以色 出生算 那么正好 就是四百年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没有说缺了四百年 对吧 但是如果你从 雅阁下一级 算只有二百一十年 对吧 你要从 这个 但是雅阁下一级 并没有受苦难 真正受苦难 是米利安出生 所以说 他的名字叫米利安 米利安的意思 是苦毒的意思 苦 苦涩 对吧 那么米利安出生 算 那么以色列在埃及 做奴 其实只有 八十六年 但是有个地方 又说是 四百三十年 那是什么时候 那么亚伯拉罕和神立约 他七十岁的时候 立约 对吧 尽管 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七十五岁 去了以色列地 但是 按照拉比特传统 他七十岁的时候 就下了一次 又回来了 那么他七十岁那年 立的约 然后又出去 那么七十五岁 再次蒙召 那么这有很多故事的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 你说这个四百年 你说你缺了四百年 没有缺四百年 这个东西 没有人说得清楚 对吧 只有等将来 这个弥撒亚回来以后 那个时候你算 才算得清楚 这个预言的设计 就是这样的 对吧 即使给了你四百年 你都不知道怎么样算 你必须要等发生了以后 才能算得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 尽管我们知道 这个人类历史六千年 但你怎么算 说不清楚 你只有等 弥撒亚来了以后 你倒过来算 你才 哦 原来那样算 下面一个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伊哈战争 中国似乎一条路走到底了 这是神的命定吗 反派是不是也有被神使用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会是万国攻击以色列 和联合敌对势力的核心力量吗 当然都有可能 对吧 就像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的 巴比伦 那么神为什么要让巴比伦强胜 答案 是为了让巴比伦进攻以色列 毁灭圣殿 所以说神让巴比伦强胜 他并不是为了巴比伦 而是为了巴比伦 要使用巴比伦去灭以色列 去毁灭圣殿 下面一个问题 从黄昏到黎明算作一天 是否以色列在火柱的指引下 也一直在行路中 也算作了四十年旷野中的年日 那么这个就说 我并不是说从黄昏到黎明算到一天 对吧 照理说 应该是黎明到黎明 对吧 如果按照圣殿 的算法 但是呢 你说 从黎明开始是白天 一个事情 早晨九点钟发生 和下午四点钟发生 他仍然算作一天 算作同一天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一天 他并不一定 就是并不是按照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算 只要是天还没有黑 那就是一天 白天 算到第二天 那就算一天 对不对 那么这个算法 这是很活的 并不是死的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算法 你说 以色列 火柱云柱 也算了四十年 旷野的年月 那么这个我不知道 你的问题什么意思 我没有看懂 你说这个和以色列走四十年 这个以色列走四十年 也有他的算法 这个以色列的 四十年又有算法 又有另外一种算法 对吧 又是另外一种算法了 对吧 你说四十年 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 对吧 这个算法不一样 对吧 比方说 约束亚记 告诉我们 以色列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 在正月十六 对吧 约束的第二天 正月十六 这个吃了当地的 这个新粮 马拉就停止了 对吧 那么照这样讲的话 那么他应该 这个四十天 或者四十年 他截止于 第四十年的 正月十六 对吧 那就是OK 那么正好对于以色列出埃及 正月十五 对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正月十五 那么后来进入 跨过约旦河 马拉停止 那么是正月十六 那你说开玩笑 那不出现问题了吗 对不对 因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以色列在旷野吃了四十年的马拉 我们知道 这个马拉并不是一出埃及就开始吃的 因为刚刚出埃及吃的是无叫饼 对吧 无叫饼吃了多久 这个说法不一 因为圣经没有挑明 对不对 那么一般的说法是至少吃了一个月的无叫饼 也就是说是第二 第二个月 二月十六左右 另外一种说法 是二月十八 对吧 因为二月十八的话呢 是这个俗美尔的三十三天 对吧 那你说这样算下来 那么 为什么圣经说 吃 这个马拉 吃了四十年 那这样的话就少了一个月啊 至少 对吧 所以说这个又是个解经的 所以拉比解经说 OK 这个 说 这个其实 这个我都忘了怎么样解经的 反正就说这个需要解经的 好 这麽问题 上捷克说 天国好像三斗面 对吧 三斗面指的是天位 三位先父 你好像说根据 创世纪里边 亚伯拉罕 接待三位死者 是这样的吗 请再解释一下 那么 这个 那么 这个比方的话呢 他这样讲 他说 天国好像面教 就好像教一样 一个妇人拿来 把她藏在三斗面 下面 直到整团都发起来 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的解经 这三斗面 指的是三位先父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对不对 因为一般 在拉比传统里边 讲到 神建立的 这个呼召的 这个以色列人 那么是三位先父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但是 其实有第三位 还有一位先父 叫 以撒 对吧 以撒的话 在拉比传统里边 这个好像是个 这个很坏的名声 对吧 这个 以撒是反面形象 代表基督教 对吧 在拉比的 这个概念当中 是一个坏的形象 反面的 这个角色 对吧 但是其实 这个拉比 有些比较卡布拉一点的 也告诉我们 这个以撒 也是 先父 是第四位先父 对不对 所以说是四位先父 因为是四位先母 对不对 这个以撒 这个沙拉 利百加 这个拉杰 和 这个利亚 四位先母 四位先父 只不过呢 这个以撒的话 成了反面的角色 对吧 好像是坏的 对不对 因为以撒代表基督教 那么耶稣基督说 OK 不错 以撒代表教 但是要把天国的 这团面给发起来 还偏偏需要以撒 对吧 不错 天国是以色列的 为了把以色列 把它成长起来 发展起来 建造起来 还恰恰需要基督教 这块面 叫 这个叫叫 叫面 对应就是神的设计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叫面 对应的是以撒 面团 对应的是三位先父 这三位先父 还真的需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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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以撒 把它发起来 对吧 以撒带了一些 不好的东西 但同时把面团给发起来 对不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好像 上次 约约节 正月十四晚上 我们去 这个 哈巴的拉比家里边 吃这个 西德 期间 就 讲了话题 这个拉比就讲了 他说 OK 对不对 神给我们的呼召 要说 外邦人的光 但是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犹太人 这么两千年 没有做光 对吧 没有做光 因为犹太人 基本上不传福音 对吧 所以说 感觉这么两千年 他说我们犹太人 基本上 叫 感觉就在 逃了一栽 又又一栽 自身难保 还传什么 光 没有光 这个光没有传出去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神就需要 遗扫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后来 这个拉比 他说 大家有没有 发言的 后来把我叫起来 发言 我说 我来给你发个言 我说 拉比拉比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月节 要吃三块饼 吃杯酒 对不对 三位先父 四位先母 但是为什么雅各娶了两个老婆 对不对 照理说 这个拉杰 是雅各的 但利亚 是伊扫的 所以说 我说这个拉比 你的这个阿非寇们 其实就是伊扫 这个伊扫 就是你唱起来的 这个阿非寇们 这个拉比听了以后觉得 好像很有道理 我看他在思考 对吧 他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不错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以色列渔民 学土啊 我们学出来的 这些新的亮光 对不对 这个拉比一天 觉得也有道理 的确如此 尽管这个伊扫 是一个不好的 对吧 那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这个天国的 这个面团要发起来 你还真的需要 伊扫 这块叫面 下面一个问题 我朋友说是6024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6024 下面一个问题 闲占的人 也被叫到园中做工 那么只在还婚前 做了一个小时 或者做了一分钟 也被算作一天的工价 对了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就是呼召 对吧 这个比方里边 一个人 这个 这个一早晨9点钟 就被叫去做了一天的工 另外一个人 都快要下班了 下午4点钟了 叫去做工 最后算账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钱 开玩笑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创世纪经文 有一种解释 到了晚上 到了早晨 然后有说 说法叫创世力 这是以前 就是以前是用太阳力 后来改成月亮力 这种说法有依据吗 这个是没有依据的 对了 因为在这个初埃及 创世纪 十二章 那么 安德拉比特领受 这是神给以色列 作为一个 这个 这个 会 会 众 第一条诫命 第一条诫命 就是要怎么样 叫 阴历 对吧 就是说你看 这个月亮 今天 要作为 头一天 也就是说 神给 以色列会中的 第一条诫命 对吧 就是要将月亮 叫正月初一 初一 Rush Hodesh 把它分别为圣 那就是阴历 对吧 那么这个阴历是神的诫命 对吧 都是按照阴历来的 对吧 这个没有说 这个以前太阳力 后面变成这个阴历的 对吧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下面一个问题 疫情期间 村里死的人太多了 根本忙不过来 有的善无死 挖 鸡挖个洞 下午就埋了 这个灵魂是直接离开 还是也会停留 那当然要停留了 开玩笑 对不对 这个人死了以后 要停留三天 下面问题 十点多钟进来 前面没听到 犹太人 属俄美尔 每天读诗篇 我在网上下的那个版本 为什么和基督徒的不一样 听人老师讲的 我们数的是姚记 血脉问题 过去的人骨灰 一直放在管里 没有下葬 对死者灵魂有意见 当然不好 对不对 你这个骨灰 肯定要下葬的 这个照理说 最好的应该叫火化 不是火化了 叫土葬 对不对 这个人要归土 要归土 但是呢 你说我中国没有条件 只有火葬 那就火葬 火葬 但是你这个火葬以后 你要归土 你要放在土里边 对不对 你不放在土里边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对这个灵魂 是很骚扰的 下面一个问题 基督徒不学土啊 犹太教学土啊 那能不能说犹太教 比基督教更归正 那么你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因为土啊是根基啊 对不对 一土啊都不学习 那么基督教很容易走偏路 的确如此 下面一个问题 周一上午 不是预约节 第七日应该有聚会吗 第七日没有聚会 那么这个今年的话 这个七日也太 对吧 我们就没有聚会了 这个你们大家自己掌握了 对吧 我们下一次聚会是安息日 下个安息日 下面一个问题 你的文章里边提到 所罗门活了52岁 那么他作王是12岁 因为他作王40年 对的 的确如此 所罗门的话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那么是拉比告诉我们 他活了52岁 对吧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作王40年 所以说12岁作王 是对的 下面一个问题 今年属俄梅尔 是23日晚上日落开始 这个属俄梅尔 是预约节的第二天 对我们已经开始属了 对吧 当然中国比我们这边 要要早一天 对吧 我今天晚上是属第三天 你们都已经属第四天 下面问题 我们怎么样过月节 注意些和要守什么律令 那么最简单的 那就是要无教饼 要除教 无教饼 就家里面就不要吃面包了 不要吃馒头了 对吧 所有这些都是发了教的 你要吃无教饼 对吧 你说我没有条件买不到 买不到 那我们这边倒好买 你买不到你自己做也可以 对吧 关键点在哪里 什么都不要放 面粉 加水 合成 面团 对吧 在18分钟之内 必须要下锅 烤箱 对吧 你没有烤箱 你下锅也可以 也就是说18分钟以后 必须要凝固 必须要把它弄熟 18分钟 对不对 因为在18分钟之内 它不会有教 超过18分钟 这个空气里边的教 就会进入 就成了有教饼 对吧 所以无教饼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8分钟以内都可以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么 你七天都不能够有 有教饼 对不对 任何的 那么这个教的话呢 是针对大麦小麦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家里面有酱油 你看一下你的成分 只有小麦的 那么酱油也不要喝了 不要用了 七天嘛 就七天 就用盐巴就行 对吧 醋的话呢 你要看你的标签 那如果有小麦 有大麦呢 也不能用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对不对 米饭是可以吃的 对不对 这个拉比 有两套好了 有一套 阿西肯纳西 连米饭也算进去 这个 米饭是不算的 我们就 跟从这个 米饭 不算 可以吃米饭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家里边 对吧 你说我吃不完了 怎么办 你把它藏起来就行了 不要看见它 对吧 过七天再拿出来吃 一个概念 对吧 白酒不要喝 因为白酒的话 那肯定是这个 小麦粮食 量出来的 红酒是可以的 你红酒它没有小麦 没有大麦 这个葡萄发酵是可以的 对吧 这很简单其实 什么问题 今年数 23日日落开始吗 这个已经数了 刚才我们就讲了 对不对 数俄美尔 是预约节的第二天 对吧 正月十六 就数了第一天了 我们已经数了 对吧 刚才我们不讲了吗 这个以色列人 在圣殿县 这个姚记 是在预约节的第二天 下面个问题 请问 下面经文里面 神的儿子独生子 意义区别何在 神 猜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他得生 神 爱我们的心 再次显明 以洛士是赛特的儿子 赛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你们说的是 谢谢 祝福 那么这个很简单 什么叫儿子 什么叫儿子 儿子就是父亲的儿 父亲的儿子 对不对 所以说 也就是说 你的父亲 代表你的源头 代表你的源头 那么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对不对 那你说OK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 怎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父亲的儿子 对吧 因为父亲代表你的源头 那你说亚当呢 亚当没有爹啊 亚当 亚当在地上没有爹 他的爹是谁 是神 所以说他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亚当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你从哪里来的 你的源头就是你的父亲 亚当 他在地上没有父母 对吧 他的父母是谁 是神 所以亚当 是神的儿子 那么我们都是亚当的儿子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所以说在圣经里边 当提到人的时候 对吧 人叫什么 叫本阿当 本阿当 翻成 这个中文叫人子 人的儿子 对吧 所以说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说 人子 什么叫人子 人的儿子 本阿当 意思就是说 他是人的儿子 是人 人的儿子 就是人的意思 对吧 这个 与他 那么你说 你为什么叫人的儿子 他是与神的儿子 做区别 什么叫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但这个东西 你要看附属与单数了 对不对 这个 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呢 他是要附属与单数 中文的话 很多时候看不出来 当然中文也有解决方案 一般把它翻成叫重子 对不对 那么 要指人 很多人 怎么说 叫本雷阿当 人的重子 你也可以说单数 本阿当 人子 对吧 那么叫人子 是区分神的儿子 本 Elohim 那么本 Elohim 什么意思 简单字面称 神的儿子 是指天使 对吧 与人的儿子 指人 做一个区分 对吧 基本上 一两大类 一个是神的儿子 一个是人的儿子 人的儿子 就是地上的 这个 这个血肉之躯 人生的儿子 人类 或者叫人类 这叫人的儿子 那神的儿子是什么 是天使的意思 对吧 因为天使 他没有父母亲 对吧 那么天使 从哪里来的 神造的 所以说是神的儿子 OK 那么 所以说 在圣经里边 把天使叫 神的重子 叫 Bene Elohim 对 比方说诗篇里面说 神的重子 在天上赞美 那是天使 天使叫神的重子 神的儿子 Bene Elohim 那是OK 越弄越复杂了 那么 那为什么 耶稣又叫神的儿子 对 那么 这个也很简单了 这个其实 什么叫儿子 儿子 就说 有儿子 必须有父亲 对 你把这个概念吃透 有儿子 就有父亲 那么 父亲总是代表源头 儿子代表延伸 他的延伸 对吧 比方说 你父亲的生命 怎么样得到延伸 通过你儿子 对吧 在地上 人不可能活 这个永生 对 那怎么办 怎么样让你的名字 能够成存 通过生儿子 对 所以说 儿子是父亲的延伸 同样的道理 那你说 我开玩笑 那你说 耶稣什么概念 那么 首先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又是人的儿子 对吧 你说为什么 首先 他是人的儿子 因为他是人生下来的 玛利亚生下来的 他有血肉之躯 这是人的儿子 是人 人类 但是你说 他又不是一个 这个正常人 对不对 你说正常人 有父亲母亲 他好像 这个童女生子 对吧 就是母亲 但是呢 他又有肉体 对吧 所以说 他又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没有 没有地上的父亲 那么 他的父亲是天上 让地上的人怀孕 所以说 他又叫神的儿子 对吧 神的儿子 所以说 在这个福音书里边 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叫 人子 一个叫神的儿子 那你说OK 那你说 那这很奇怪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在整个受造界 耶稣这种情况 是独一的 对不对 他记忆不完全是人的儿子 对吧 你说人的儿子 你叫父亲有母亲 他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所以说 尽管 我们叫他 叫本阿当 人的儿子 但他又不完全 是人的儿子 你说OK 那我们叫神的儿子 怎么样 本阿当 他又不能完全 叫神的儿子 为什么 你说 神的儿子是天使 天使既没有父亲 又没有母亲 但是他有母亲 他地上有母亲 所以说 他是个独一的儿子 对不对 就他一种情况 对不对 独一的 就一种情况 其他没有这种概念了 你说从哪个地方 能够找到另外一个 像耶稣的 对不对 找不到的 对吧 你说你是天使吗 他不是天使 对不对 因为天使没有父亲 也没有母亲 那你说你是人吗 他也不是人 对吧 人的话 你既要有父亲 又要有母亲 他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对吧 所以说 他是一个特殊的儿子 所以叫独生子 对不对 因为没有其他 在他以外 没有其他人 有这种情况了 这种特殊情况 所以说 叫独生子 就他一个情况 好 下面一个问题 自学托拉的话 学希伯来文和希腊语 都希伯来圣经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其实你就学希伯来文 像我的话 我就学希伯来文 希腊语没有必要学习 对吧 因为希腊语 不是圣言 对吧 因为圣言叫做 那香 所谓的圣言 是神使用的语言 天使使用的语言 那是希伯来语 希腊语的话 是人的语言 这个倒没有必要学习 你说 新月圣经是希腊文写的 那不错 那是因为 当时希腊语 在那个地方相当于 这个世界语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英文一样 对不对 就像今天英文一样 英文在今天成为世界语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拉比 这个学习托拉 他也用英文 对不对 讲托拉也用英文讲 写书也用英文 但是他尽管用英文是为了方便交通 和其他人交通 但是他用英文 他的依据是什么 他的每个单词 每个概念 他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依据 同样的道理 尽管新月圣经是希腊文写的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当时希腊语是世界语 但是门徒 耶稣 但耶稣当然不可能用希腊语 耶稣用的是亚兰文 或者是希伯来文 那你说门徒 这个马可福 这个路加 保罗这些 不错 他有可能用 他肯定是用的是希腊语 但是他用希腊语的时候 他的那些概念 对不对 他分享的概念 他解禁的依据都是希伯来文 所以你只要把希伯来文学了以后 他的希腊文你就明白了 你没有必要去学希腊语言文 那就像你今天一样 你今天没有必要去研究英语的 这些词跟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即使你今天 比如说我通过拉比 通过英语向拉比学土啊 可以啊 但是拉比尽管用英语学习土啊 但是他的概念 他的源头来自于希腊文 对吧 你说OK 比方说我们说 你说比方说突然来的一个概念 叫 Divine Providence 英文里面说 Divine Providence 有什么叫Divine Providence 对不对 他的希伯来文叫什么 叫哈西嘎哈 那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 就好像中文 中文把它翻译成中文叫什么 叫命定 就是那种命定 OK 命定我知道意思 但是他的希伯来文是什么 哈西嘎哈 对吧 所以说你学希腊文也是一个概念 对吧 比方说你说 我学保罗的这个希腊文 有些概念我吃不透 这个概念吃不透 你没有必要去转眼 他的希腊文 你应该去钻研 他的希伯来文 因为当保罗 用希腊文写的时候 圣灵感动 那肯定 他背后的根基 他的源头 是希伯来文 下半个问题 数俄美尔日子吃的方面 遵守什么 这个东西俄美尔没有遵守的 对吧 前面七天 是约结的七日 你不能吃无教饼 这个七天以后 这个就没有境界了 该怎么样 下半个问题 米利安的英文 Marian就是来源吗 对啊 这个中文翻译成叫米利安 对不对 这个英文把它翻译成 Marian 希伯来文叫Marian 叫Marian Mir就是mer 苦的意思 样海水 苦涩的海水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Maria的意思 叫苦涩的海水 名字取得好 苦涩的海水 下半个问题 我想问 上帝问人的第一个问题 你在哪里 人问谁 人问神 你是谁 我都理解 人错位 离开本位 不认识自己的位 而是神 发问 激发人的位 要归位 回到神给的位置 可以这样理解 你在哪里 就是说 每个人 到这个地上来 有一个使命 对不对 你有没有 行出你的使命 所以说神问你 你在哪里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他必定错位了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使命 神说 你在哪里 意思就是说 我给你的使命 是要做什么工作 你现在 有没有 在做 这个工作 对吧 那么 人问神 你是谁 这个东西 估计 这个人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要说 人问你是谁 这个东西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 你这个问题 是哪里来的 那么 上帝问人的问题 倒是可以 因为 这个 上帝要问人的 三个问题 你是谁 神 上帝问人 你是谁 你在哪里 你要到哪里去 其实是 三个问题 是这样的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你是谁 对吧 这个 我记得好像 我们国内 有一些比较 有人将它 总结为 中国的门卫 问这个人的 三个问题 对吧 比方说 你到一个小区 这个 因为在中国 有门卫 这边的话 没有什么门卫 但中国有门卫 这个守门的大爷 看到一个陌生人 要问三个问题 你是谁啊 你从哪里来啊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就是神的问题 对吧 神给每个人 提到三个问题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对不对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 纳比回答 纳比对这个问题 有回答 你从哪里来 纳比说 你是从 这个相当 怎么说的 你来自于你父亲的精子 意思就是说 你的这个 来的这个源头 是相当悲 悲见的 对吧 这个精子 稍不注意就会发臭 对吧 也就是说你的源头 和那些区的源头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区 就是在厕所里边 这个很臭的 这个大便上面 粪便上面 你的源头 也是一样的 你来自于你父亲的精子 对吧 那是排泄物 这是很肮脏的 对吧 源头和区 这个喜欢的这些 这个排泄物 是一个来源 一个源头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对吧 这是纳比回答的问题 你从哪里来 然后说 你要到哪里去 你不要太骄傲 你要去的地方 是埋在土里边 干嘛 被蛆 吃 因为人死了以后 被埋在土里边 那么最后 是爬虫 是蛆 是这些虫 对不对 爬在你的身上 把你的肉体给吃了 所以说纳比说 你不要太骄傲 你到哪里去 对吧 你的结局 是坟墓 这是你的结局 对吧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都忘了 那个以前 我文章里面 怎么写的了 对吧 所以说 几千年的问题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去哪里 下面一个问题 生于亚伯拉罕利约 冒烟的炉 烧的火把 代表什么 这个不知道 这个需要研究 下面一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天国 好像面教 有妇人拿来 藏在里边 直到全团发起来 三斗面 指的是三位先父 对吧 你的依据 是因为 亚伯拉罕接待了 三位天使 我倒没有说 这是依据 我是说这个 这个三份面 在陀佛里边 第一次出现 是亚伯拉罕 接待三位天使 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 以前我们学过 为什么是三 这个三份面 因为接待三位天使 是哪三位天使 对不对 那么三位天使 以前我们学过的 米哈埃尔 对吧 我们翻译成叫什么 叫米哈埃尔 我们叫 叫什么 米哈埃尔 我们中文怎么翻译的 米加勒 叫米加勒 米加勒代表 黑神 第二位天使 叫 Gavriel 我们中文怎么翻译的 Gavriel 加百利 对吧 加百利 第三位天使 叫 我的 Refuel 中文怎么翻译的 这中文我都忘了 怎么翻译的 反正Refuel 就是一字的意思 代表的是 这个美丽 提弗里斯 对吧 所以说 这三位天使 代表的是 恩慈 大人 美丽 对吧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是对应三位先父 为什么 因为三位先父 亚伯拉罕是什么 是赫赛 对不对 这个 伊赤赫 是Gavriel 那么 亚阿国 是提弗里斯 所以说 我们说 OK 这三斗 三斗面 对应的是 三位先父 因为 他是赫赛 Gavriel 提弗里斯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 对吧 这个东西 但文章里面没有写 下来问题 请问 耶稣第十字架 当天是星期几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分享的话呢 那么 那就很显然是星期五了 对不对 那么周五了 因为周五的话呢 是正月十四 那么安息日 那也就是说 当年的安息日 同时也是约结第一天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这个正月十五 是安息日 那么正月十六 是星期天 对吧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星期天早晨 凌晨 黎明 复活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符合这个教会传统解经 对吧 认为这个星期天 是复活 这是对的 下面问题 我的朋友说 希伯来利的六零二十四年 这个犹太利 五七八四年 想知道他们说绝对吗 那这个 这个没有任何依据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依据 那么 这个六零二十四年 就成了七千年 对吧 比方说 第一千年 对吧 九百九十九年 是第一个千年 对吧 所以说五千七百八十四 是第六个千年 你如果都超过六了 那是第七个千年了 那这个一看就是错的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说 十八世纪 那是一七多少年 对吧 十九世纪 那是一八多少年 二十世纪 那是多少 一九多少年 二零几 二零二十四年 那是二十一世纪 对吧 我们现在是第六千年 所以说应该是五七多少 这就对了 如果你来个六多少年 那成了第七个千年 下面问题 毛主席没有归土 如何安息 这因为毛主席是无神论 他无所谓的 对不对 他安不安息 是无所谓的 他无神论的 下面一个问题 下周一也是不能做功 对的 因为下个星期一 那么是预约节的 第七日 对吧 要守为安息 下方问题 老师出去工作 看到面包怎么认罪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看到面包怎么认罪 对不对 你出去工作 你看到面包 那个面包又不是你的 关你什么事情 对不对 关你什么事情 这个地方是你家里边 你家里边不要有面包 你到外面去 开玩笑 外面什么都有 那个何地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外面还有很多坏人 那你看到坏人 你还要认罪 那是坏人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坏人 你都需要 难道你需要帮坏人认罪吗 同样的道理 你在外面的商店 看到面包 何地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又不是你的面包 对不对 下面问题 你的住处不可有教 你工作的地方是你住处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那不是你的拥有权 对吧 这个地方说 你的面包 是你拥有的面包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拉比的哈拉哈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吧 拉比 他是什么哈拉哈 他说OK 这个月节我们要除掉面包 那怎么办 拉比就制定了一个哈拉哈 说OK 提前把面包卖给外邦人 对吧 他把它卖给外邦人 怎么卖 很简单 签个合同 对吧 一般是这样的 这个也很方便 这个拉比这个 这个脑袋比较好用 整个社区 和拉比签一个合同 在这个合同里面 这样写的 就是OK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我住在哪里哪里 我通过这个合同 把我家里边 所有拥有的 带叫的面包 所有的带叫的食物 包括这个酒 这个白酒 什么 这个福特加 什么乱七八糟 全部算进去了 我全部 在今年的正月15 到正月22 什么之类的 我把它卖给拉比 某某某 我的地址是什么 拉比的地址是什么 在此期间 我授权拉比 在任何时间 可以到我门上来 提货 但是你提不提货 我的这个面包 已经卖给拉比了 对吧 那么拉比 和你签了这个合同 拉比在和一个外邦人 签个合同 说某某外邦人 我是拉比某某某 我柱子在哪里 我今天和你做这个买卖 把我们社区所有的面包 全部卖给你 那么 等节期过完以后再买回来 是吧 签了两个合同 那么 你家里边的所有的面包 就不是你的了 对吧 你把它藏起来 还是怎么样 反正看不见了 那就不是你的了 对不对 这个过完节以后 又把它买回来 又变成你的了 结果面包其实没有动 都在你家里边 只不过你看不到 你把它盖起来 怎么样 反正你不要看见 对吧 拉比这个方法 也是比较好用的 我感觉 下面问题 文章一会就发出来 对的 上次的话 是因为我 一讲完 我必须要去吃饭 对 这个到那个 到拉比家里边 去吃这个 预约节的这个 Cedar 所以说来不及 下个问题 耶稣是安息日复活的吗 那么按照我们 刚才的分享 那么应该是 星期日的凌晨 对吧 下面问题 安息日对应 第七天 七千年不是 神复活的时刻吗 怎么理解 那么其实很简单 这个神复活 是在进入千禧年以前 对不对 进入千禧年以前 但是第一批 还有一批 是千禧年以后 对不对 所以神复活有两批 第一次复活 第二次复活 一个是千禧年以前 一个是千禧年以后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也很好理解 另外问题 不是下周二 圣安息日吗 那么这个 圣经告诉我们 约节的第一天 和第七日 对不对 我们在 这个星期的星期二 是第一天 那很显然 下个星期一 就是第七天 对不对 一个星期就七天 对不对 如果你第一天是星期二 那么第七天肯定是星期一 第一天是这个星期五 那么第七天肯定是星期四 肯定要少一天了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星期是七天嘛 这个数都可以数过来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 马可福音 七日的第一日 从十里复活 第一日罗马里 还是按照日历 还是战办 那么其实你如果看这个福音书的话 他都讲的是这个星期日 星期日早晨 这是对的 对不对 这个七日的第一日 这个和这个日历没有关系的 日历 是月份 对不对 年份 和安息日是没有关系的 安息日和太阳没有关系 和月亮没有关系 安息日很简单 就是暑期 对不对 既和太阳没有关系 和月亮也没有关系 暑期就是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下面问题 犹太日历 下周一晚上进入 下周二不做工对吗 错误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安息日的第七日 今年 按照拉比的日历 是我们的星期天的黄昏 到星期一的黄昏 对吧 所以说是星期一 而不是星期二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可以做饭 对了 教会买的日历错了 这个我不知道你买的什么 教会的日历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的日历 什么日历 对不对 所以说你问我也没用 我也没看到你 你讲的是什么 这个下面一个问题 土耳朵证明 周三 咱们这个东西 各种观点 各种解经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是各种解经 而且只要是人的解经 估计都是有问题的 对吧 比方说我们几年前 我们也这样解经 但是几年以后 学多了以后 思路开阔了 对吧 这个条理理顺了 那么你就发现 应该这样解经了 下面问题 无神论 末后复活 也要审判 也能得救吗 这个不知道 这个要看神的怜悯了 对吧 这个你不要问我 对吧 我不是神 这个得不得就是神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唐老师以前文章写的是 安息而复活 这个东西 我是人 我不是神 对不对 我以前写的 有可能是错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要把人和神区分开来 神写的东西 比方说圣经 永远不可能错 对不对 那么越早的是越 越代表真理 越往后面的话 可能有点错误 人是反过来的 对不对 人的知识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吧 我三年前写的文章 可能今年来看就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不要紧 因为你人就是学习 不断的 这个纠正 不断的提升 对吧 人是提升 对吧 神是不改变的 人要改变 圣经不改变 圣经是不改变的 人的解经是要改变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那你是谁 你是人还是神 对不对 人是要改变的 神是不改变的 下面有问题 以前我们没学妥华 自己计算 也不是安息日复活 是第一日 就是周日 第一日是周一 第一日怎么会是周一呢 第一日是星期日 对不对 因为星期六 是安息日 第七日 那么这个是中文的翻译的问题 对不对 你不要去折腾中文的翻译了 对不对 这个中文的翻译 乱翻译的 对吧 这个 Sunday 那叫星期日 那是第一天 对 Monday 是第二天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周一 这个所以说人被误导了 比较麻烦 这翻译 都是翻译惹的祸 好吧 好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 那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散会的祷告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